嗯 嗯 很軟耶 很好吃 很Ducy 等一下就是 立刻就咬下去很軟 對印象以外的好吃 嗨我是蔚德 我是龍沛 今天又補了一些我們沒看過的新東西 來大家分享看看 那就跟著我們看下去吧 GO 這是泰安的薑蒜台穀豬 它用台灣的豬去製作的 價格是399塊 然後這一包還蠻重的 蠻紮實的可以用氣炸鍋油炸 它有盆煮 對我覺得我會買它主要是因為看到它有盆煮 很方便啊 它裡面是三包 三包這樣子的量 那我們現在就去煮煮看囉 炸衣看起來還蠻細緻 蠻香的然後沒有油耗味 嗯 可是我很喜歡沒什麼蒜頭 有沒有香腸味 我覺得好吃 我們之前在MOMO有買過一款 綠龍的鹹酥雞對不對 那一款鹹酥雞它就是有調味過 它裡面就是會吃起來有點辣辣的感覺 可是這款不會耶 這款吃起來就是原味 不過我覺得它吃起來也有點很辣 是那種胡椒辣 調味上是沒有那麼壯鹹 嗯 所以算還蠻清爽的調味 裡面的那個豬肉軟乾度也蠻好吃的 外皮我喜歡 它是有點酥酥的 然後不會太硬 它在於是那種很緊實 所以它是應該是可以放 就像外面賣排骨酥麵的那種感覺 可是還是沒什麼蒜味啊 你覺得沒蒜味嗎 沒蒜味我可以接受知道它好吃 我這個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那我們一口絕一口 這個我要打分布了 我要給它4.8核心 它會給它4.8核心 這個真的很好吃 脆脆的我們一人一塊五十腳塊的 好 接下來要介紹這個是韓國小菜組 這也是最近盛起來看到滿多人在推薦的 很紅 它那個是229元 總共有三種口味 有幼香蘿蔔 辣蘿蔔跟幾點的泡菜口味 來吃吧 那我們來吃吃看 我們先吃感覺口味比較清淡的 幼香蘿蔔 這個一定會被媽媽罵 喂 喂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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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怎麼過來 蝦蘿蔔 這個幼香蘿蔔我喜歡的 很清爽 好吃這個我喜歡 我也喜歡 在家吃韓式炸雞的時候就可以拿來用的 再來是泡菜口 好 泡菜有點酸 可是放得有點久 這泡菜我第一口吃 咬下去的時候我覺得是甜甜的 但是後面越來越酸 它整個好酸好酸喔 好酸喔 你踩到檸檬還酸咧 感覺好像在檸檬咪游泳 對啊真的很酸 辣蘿蔔 好 好特別的口感 好硬 我覺得它比較普通一點 它的辣蘿蔔不會很辣 其實它也是甜辣甜辣的 如果你是怕辣的話 你還是可以試試看 它整體其實還是偏甜點 除了這個 真的超酸的 泡菜太酸了 其它蘿蔔都有拿蘿蔔特的甜味 我要給它4.3顆心 我覺得不合 就是這三個你只喜歡又香蘿蔔 對 如果有要買很多肉的時候 我還是有可能會買它 因為它三個口味的風格 都各有味的風味 這一道我就先留在這邊 把冰室留著 我們來切大蔥了 這個商品叫澳洲大蔥300G 簡單粗暴的它就是大蔥 對 它就是真的很大 我是沒有吃過 我只在日本吃過那種比較粗粗粗 可是最近在正常看到有人在介紹 很多人沒想這一團 就是拿來燉菜啊 燉農湯啊 都做蠻好吃的 你真的很大耶 你不說它蔥 你有點像角白水你覺得嗎 看起來很厲害啊 我沒有看過這種蔥 長這麼燙啊 沒看過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蔥的做法 我們會把它切斷 然後拿那個牛肉片捲起來 再用氣炸過去把它訓受 我們這個大蔥包肉包好了 我們來吃看看 好 我也蠻期待 好 我也蠻期待 很軟耶 好酷耶 很好吃 很好吃 我嚇到 這是真的好吃 那你怎麼再吃一碗 蔥的味道本身就很好吃 很好吃 很香 對 而且我本來想說 我剛剛分這樣也要牛肉片外面是小 可是我覺得很擔心 因為沖這麼大一個 不會很硬 就會想像就是 立刻就咬下去 很軟 因為浴感以外的好吃 185分鐘 大家照著我們上面的紙烤就對了 這個就是蠻多人說 它可以拿來燉東西 燉牛肉湯 然後燉玉米牛湯 把它燉得爛爛的 就跟橘蔥一樣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最完美的綠葉 它配什麼東西都可以讓那個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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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很嫌棄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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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如果妳在那邊夾這個大蔥 我給她不可惜了 我也覺得不可惜 真的太好吃 真的很虧 很像後菜 沒關係 這個就很好吃了 我需要這個了 好像不太膠好 對 好吃推推 推推 西珍韓式冷麵 這個商品好像2018 2019的時候就有了 出滿久的啦 對 算是舊商品 最近又回歸了 我們沒吃過 想說吃看看 這樣子一包是225 然後裡面有四入 它裡面也是一包一包分中的 它麵有點像粉絲 可能是韓式的橋外麵是這個顏色的 這個好像是芥末包 然後這個是糖包 做法是麵煮完之後是冰鎮 最後再加這個湯 好 那我們來吃看看吧 料理過程 它麵看起來真的很細很細很細耶 可是它的麵跟我想像的不一樣耶 妳想像是怎樣 我以為橋外麵應該是要 條條分明的 可是剛剛在煮的時候 同事是說它的麵就會整個Q在一邊 好像拉不太開 它麵好Q喔 比我想像中好Q耶 口感沒想像中的好耶 麵的味道 然後芥末的味道 混在起來滿搭的 可是我覺得它有怪味 可是我說不出來的是什麼 魚露味還是... 好像也沒有辣 因為它不是有夾芥末的 稍微嗆嗆的 可是它不會讓你不舒服 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對 我覺得味道有點... 有點新情況 有點特殊啊 我沒有辦法想像是這種味道 好吃我會... 我一個人可以把它吃完的那一種 我覺得嘗鮮可以啦 但是回購我可能要再考慮一下 因為就是... 尾巴底韻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比較... 怪怪的 對 是怪怪的 我給它4.5% 我覺得是可以回購的一種 給它4.5% 讚啦 我推推 小推推 韓式牛肉豆腐堡 泡菜牛肉豆腐堡 269 269是它滿便宜的耶 便宜嗎 我覺得算便宜的啊 所以那邊吃一個豆腐堡 也差不多這個價格 裡面有豆腐 金針鍋 香菇 韓式年糕 這道到底要不要吐沙的酒地 還有上面的豆腐跟菜 然後下面就是泡菜啦 我們這個泡菜豆腐鍋煮好了 它這個豆腐鍋是一整塊豆腐 一整塊豆腐在這裡 因為蛤蜊要吐沙啦 我們時間的問題我們就沒有吐 我們就沒有用了 老實說煮完之後的樣子就是... 就是泡菜鍋 對 泡菜鍋而已 有點像是沙巴桌鍋買的泡菜鍋 那沙巴桌鍋比較便宜嗎 沙巴桌鍋便宜多了 我們先來吃年糕好了 然後看你們彈彈的 它是軟軟的 我覺得太軟了 已經沒有那個Q度了 Q度了 我自己喜歡吃軟的 我不喜歡吃茵茵的 因為我每次吃韓式年糕 都覺得太硬了 我們來吃它的泡菜 我覺得泡菜就是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泡菜夾進來 不過它沒有酸度了 我吃它的牛肉 我覺得它的牛肉片還不錯 應該就是好吃多麼常賣的牛肉片 我看它好像就是那個Choco 對啊 我覺得它就是酸巴桌鍋會有爆太多 我沒有辦法再想更多了 就是很中規中矩的啦 你可以完全可以想像到它什麼味道還不錯 我覺得它還可以 不過它的價位對我來講是比較高一點 嗯 269 269是它滿便宜的耶 便宜嗎 我覺得算便宜啦 所以我要給它4.2顆星 我給它10顆星 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要買的話你可能要想一下 除非你真的很想吃薄薄 就是... 應該說我們那時候在現場看到的 上面有那個肉 然後中間又看到年糕 看起來很漂亮 有點期待 對,因為它看起來好像很酥 但是煮完之後就它的期待... 你看一開始期待只在這兒 走完之後期待只就到這兒 然後吃的時候感覺就是... 就真的就是在這兒 對,就是... 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買到這個了 對,它已經很久了 我們第一次拍好士多的時候本來就要買 結果我那時候買不到 沒有一次買到 我去那麼多次沒有一次看到 這個鮮山薯 279元 它裡面有很多顏色耶 它是地瓜 有橘地瓜、黃地瓜跟紫地瓜 嗯... 算是相對健康的飲食 畢竟它是地瓜啦 而且它都寫鮮的 就是看到鮮這個字你不覺得就會瘦 感覺健康的許多 可是其實在自己騙自己而已 它摸起來... 不油耶 不像那種養魚片 然後也沒有那種... 有很多一小小的屑圈那種感覺 先吃紫色的 沒有味道耶 好硬喔 硬我覺得還好,可是它沒有味道 它很健康耶 很平淡耶 它就像人生一樣 我要上小燕子的格了 我有 有很多歐歐捏捏 它有一年完畢 這個真的有點... 有點... 疏忽我意料的... 太健康了 你本來講像是超好吃 因為買... 我本來以為... 對啊,可能是有點甜度之類的 或有點... 吃起來有點爽度呢 我... 有個後勁喔 替瓜香香 香香的味道怎麼辦 我覺得紫色是最普通的 它是完全沒味道的 然後橘色好一點點 然後可是黃色的更好 不過這個蠻舒嬅廚的 它吃下去感覺負擔不會很大 靠近一下這個熱量 20公克,熱量97大扛 欸,其實不低耶 嗯... 不過我覺得這個還是不錯啦 其實它味道比較平淡一點 可能不到那麼風響的程度嘛 哇,對啦 因為之前都買不到 因為它期待太高 那你答你們 我要給它4.5D顆星 我要4顆星 搞不好大家同時吃一吃 越吃會越舒嬅 但是我們吃完這一包 我們可以在IG上 去分享一下我們整個吃完的來講 大家樂,我們開啤唷 肉桂奶油酥 我一直把它講成一圈 因為它是捲捲的 很像木葉人整個標誌油 我介紹一下 肉桂奶油酥酒入 然後299元 所以一個大概3、4塊不到 可是這麼大一個耶 它的肉桂的香味很香 而且我已經聞到一個很原膩的味道 然後這上面有那個糖粉 底下,你看這裡都融化了 很軟 對啊很軟 我覺得蠻油的 我本來以為它會很油 可是它吃下去沒有我想像中的油 沒有嗎 它摸起來很油 可是它吃下去沒有那種油膩 沒有嗎 現在還沒有 蠻好吃的 因為它裡面有奶油香 我覺得它是CP值很高 因為現在外面他們在Uber上 有時候可能點一個肉桂捲 就真的叫100塊 然後小小 很便宜 然後它的那個味道整個是很豐富的 味道很濃郁啊 我不喜歡吃肉桂 不像少肉桂 可是它有什麼味道不喜歡 這個我喜歡 它這個是還有加上奶油 奶油然後糖 它的糖糖很不錯 個人給它評價很不錯的 我要給它一個4.8顆星 我給4.5顆星 好吃啦 不要想那麼多 這裡面全部都是油耶 好啦 我們都吃完了 你今天最喜歡哪一道 今天意想不到的第一名 竟然是大蔥 大蔥看起來平淡無幾顆 可是它真的是超好吃的 那時候只是隨手拿了 就想說最近好像滿多人在推薦的 這就是幾根蔥 結果竟然是今天的第一名耶 好好吃耶 我看它都要切片切塊 對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推 我覺得現在你想試試看這個大蔥 然後配各種肉類 應該都會很飽 就是我吃完之後 我是還一直在想這個味道 一直讓我很想再吃一次這樣 對 我現在也是耶 是不是 韓式麵我就覺得還滿特別的 它就是有點酸 有點像什麼 柚香的味道 對 它有一點點酸味 可是它又有點那個臭臭的味道 有的人可能會喜歡啦 但我今天覺得吃起來怪怪的 我覺得還不錯 滿清爽的 然後比較普的應該就是 烹菜鍋跟韓式小菜組 韓式小菜組就是柚香蘿蔔片 最好吃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的介紹 喜歡我們的影片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